我们村上种这个水稻 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区软民水稻 在全国我们这个稻米的品牌 稻米的品质 都是了社会和消费者的认可 那么农民的承报土地 百分之九十七度流转给我们合同赛来 我们四季动物水稻有六百动物 摘下来比较早 那么我后面这一方 加上还有其他区域的六百动物 都是在这个发油上水 我们开始抽水洋花 悄悄遇到年少四十度左右的高 那么导致这个洋花减产了 我们还有一部分的三季动物 我们摘着比较迟 抽水洋花期间呢 可以入到一个比较设计的温度 今天这个产量还可以 今年的高温干旱啊 我们年龄大的人说 或者八九十岁的人都没遇到过 所以这个高温干旱呢 对我们这个庄稼带来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我们一种水稻为主要 主要农作的这样一个生产品 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 刀子在洋花抽水期间 那么比较高温啊 把雄花杀死了 所以今天这边水稻啊 大概就是减账百分之九十 基本就是为了 所以说刀子在这个抽水洋花期间 而不得收粉 你看这片刀子 所有的生产成本都下去了 刀子抽去养它 救不到米 那浓民没有收成 我们年时候四十六天时间的高温 加上干旱 到天津来看 也是心里也非常的交接 感谢观看